大家好,这里是网易娱乐超级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黄兴,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当下这个可以说最火热的一部大戏的四位主创,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欢迎京中岳飞的四位,大家好,来咱们先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 网易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孝明,网易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团记李,网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子俊,网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林,非常欢迎四位啊,这个岳飞一个所有中国人都熟悉的名字,但是他以前只活在这个演绎传奇里,活在评书里, 或者活在这个戏剧,京剧舞台上,这次咱们把它搬上了电视荧幕,我知道这也是唐导您这个筹划多年的一个想法,这次终于跟大家见面了,感觉怎么样? 觉得很开心,其实人生就是不停的希望实现愿望,因为岳飞他从小他的精神带领着我成长,克服了很多困难,他是我的榜样, 那我能够把我的偶像,把他扮上屏幕,同时也找到这么好的演员,黄晓明来演岳飞,这个是我作为坚持他最开心的一件事。 您要派岳飞相信您肯定对岳飞做了很多这个研究的工作,首先我想替很多的观众问一句,就是您了解的岳飞有这么帅吗? 很多人都在问,因为你去杭秀岳王庙,那个岳飞像,比他像,那可是历史记载呢,他有一些说法,有一些说法说岳飞大小眼,大小眼可能是拉贱拉的多,可能身材比较圆润, 那可是在现实来讲,我去选择岳飞这个人,我只能在这个市场上找到最合适,最好的人选。 那我觉得黄晓明在这个华人里面的演员当中,我觉得他是最合适,最好的,能够找到他是我的幸运,真的,真的,这个不是在他面前这样说,这个是有时候你想做一个精品啊,就是你各方面都具备的时候,可是演员不给力, 也许,也许演员来了,他耍大牌,他不是真正的用心去帮你去演的时候,你出来也没有这个效果, 这个,这个,这个,这次我们的演员都非常好,投入的比我想象要,要投入的多很多,所以这个,所以我说的很幸运是这个理由。 这就得着重问一下小明了,我们知道你演古装戏,演过皇帝,演过大将,演过这个, 那像这样一个民族英雄,你接到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一种压力? 觉得这是一个挺难演的这么一个人? 我表示压力山大,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把岳飞搬到银屏上就是这次 那说白了就是你要给岳飞树一个标榜在那个地方 那如果你演坏了,那真的就是万人唾骂了一件事情 所以我真的是压力很大,但是因为这个岳飞这两个字我是一定要演的 希望可以把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中校两全文物两全的这样子的一个英雄搬到屏幕上 所以我也为了这事做了很多的研究,看了很多的关于律师的岳飞的书 也练过功,也写过书法,也健身,希望不要给岳飞这两个字抹黑 而且这一次一个六十多集这么长度的一个电视剧里面,除了岳飞 我们将会看到很多条线同时的在进行,在叙事 我们今天其他的两位演员也在,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在戏中的角色 我在戏中是演宋高宗赵构,就是余子山南宋的开国皇帝 然后在戏里面,基本上因为他是环夸大概二十年的一个时间的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长度去说清楚大家的成长 然后赵构他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角色吧,我觉得 因为很多种说法,很多种套餐 就是赵构一,赵构二,赵构三这样子 然后这些基本上我都会去做一些功课 但是他只是给我参考,主要还是听唐导 他心目中想在这个岳飞里面呈现一个怎么样的赵构 然后我觉得当初听到一个这么好的班底团队 就是绝对是要冲过来,就是在一个位置好好演 希望能够也在中国的那个电视史上 能够留下一笔,比较可以大家有深刻印象的 赵构这个人物也挺丰富,挺复杂的 我们可以一会儿单独说一说他这条线 我们先再请崔林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 我在金钟岳飞这部戏里面呢,扮演的是张献 是岳家军其中一员 是一个小诸葛 小小的,在岳将军面前算是他的小军师 然后可以出门画策,一个比较稳重的一个人 所以你在岳家军里头是动脑比动手比较多的那种 基本要是动脑能解决的事情 基本不动手 这挺现代人的一种思维 我们接下来再问唐导 就是说到岳飞啊,我们知道这人是一个英雄 那英雄就是说他这个人特别的太正面了 你知道吗,就觉得这人所有的身上都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忠啊,义啊什么的 但这样可能就会,会不会让这个主角有一点无趣 就是说他除了那些正面的东西 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比较可爱的地方能让人喜欢上那种 所以其实我们看听评书,包括那个看那个说岳 其实对岳飞的描述都是比较刻板化的 都比较那个高大传的 那所以我们在那个首都岳飞的历史里面 那我们也会有这个质疑 一个人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那我们要寻找到 其实是岳飞这个人是很耿直很正直 有时候有一点年轻的人很盲撞 然后他年轻人曾经是个酗酒 酒喝多了也打伤过人 对吧,他也有他的缺点 而且有时候因为年轻他可能在现代人说说不失实物 他就会还没到那个官位的时候 越急去弹劾官员,最后还要被罢官 所以他其实还有一些 可是如果他太过懂事面 太过懂事的人可能就不是这个民族英雄这个行为了 这刻于奉承的那种 因为你是象棋 那你有错误,我有意见 我就不能说 那可能也不符合这个人物性格 小明在这个饰演岳飞之前也做了很多功课 据你了解就是你在还没演的时候 你心中的这个岳飞是一个什么形象的 没演之前 高大全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常规的那个印象 可是当我看了岳飞的一些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 他有他伟大的一面 但是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也是妈妈的好儿子 也是妻子的好老公 然后也是好爸爸 那同时他也有他的人性的缺点 比如说他年轻时候的莽撞 比如说他爱喝酒 而且每次每喝避醉 醉了必打人 对 然后 包括他的这个性格上的执拗 包括他的感性 每次出征前必须要说一番这个 这个就是 站前动员 并且经常自己把自己给感动的 就是 热泪盈眶 对热泪盈眶这样子 就是他也有他的弱点 他也有他的优点 但是 不管怎么说 总的来说 他是 就是他是在这个 成长的过程中不停的修正他 然后最终 通过他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这个 这个节操 嗯 他的人性 他的生活观 他的价值观 然后变成了一个大英雄 并且在这条路 道路上 一直没有回过头 对 那我觉得 其实 看岳飞 不是说看一个高大权人物 而也同时是在看一个 英雄的成长史 嗯 他也会告诉大家 你怎么样 可以成为一个大英雄 对 而且这一路 这个岳飞的节操 就从来没碎过 从来没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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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调皮的部分 要收敛起来 这个 您觉得他完成了 其实 我也没有把它完全收敛起来 所以你一开场第一集啊 他就想明这些性格 那个射箭 他都不敢动 动完了 他回去还是 你敬中国人 你敬我一次 我敬你一张 看我站这十张员 你射我一箭 我也给你来一箭 其实这种也有一点较劲 对吧 而且也有一种 这莽撞的这种性格在里面 那他跟 他的乐战军一起玩啊 包括洗脚也好啊 玩也好 他也是蛮逗的 也是一个比较开朗一点的人 可是我之前认识小明是通过他演的前面的 上海滩啊 许文强啊 微小宝啊 包括那个什么神雕啊 神雕 对 那这些人物他演过 黑社会的黑帮 他也演过那个微小宝这种 就是人物 小小小小人物 万事不公的人物 他也演过一个游侠 对吧 那可是岳飞是一个将 是一个大将 将领 所以跟他们前面演过的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 所以我看小明是看他 他本身这个人 是一个很有实力派的演员 第二呢 他是 他是很有那种帅气 帅气是什么帅气 我说你骑在马上 穿着盔甲 带着头盔 像不像 有很多人呢 就是头型啊 不是每个人都能戴头盔的 有些人戴的头盔很傻的这样子 有些人如果身材的 五短的 穿着盔甲 一上去就变成那个 赫匹特人了 视觉上就不一样了 对 都不一样了 你要 你要人那个 无论的身材 掌向 脸型 孔一上去骑在马上 拿着枪 一拿着枪 那有没有音气 有没有降下 那这个是我做导演 那我去看一个演员的时候 我看 我会 我会从这点要看 因为你除了演员 除了内心戏以外 他的外在的有很多戏 他不需要用表情 只能内心那种眼神 没多大的表情的时候 他这个形象 他还得要进入那个角色 给人家感觉 有战神这个感觉才行 所以 小明他是内外兼修 所以 内外兼修 没那么好 没那么好 唐导夸我 我尽力而已 尽力而已 咱们先不夸小明了 说说这个赵构的故事 子俊哥在这个 我们说赵构他 作为这里面的一个 一个皇帝 肯定是也经历过 不同阶段的这个变化 您觉得哪一个阶段 是最难把握的 最不好演 其实我觉得最不好演 就是 最后的那个 就是十二刀金牌 那个 因为他是一个 最经典最经典的 而且最关键的一个 大家已经看了 这么久的一个 岳飞成长 从一个小孩子 年轻人 然后玩了 要开始一步一步的成长 要变成一个大将 然后为了这个皇上 做了这么多 为了这个国家 做了这么多的事 然后呢 相反来说 赵构他是反过来的 他年轻的时候 非常谨慎 一言一举都非常的注意 不犯事 不犯错 当他当上这个皇上之后 他迷失了 一方面那个环境 他造就 就是他是一个 也没钱 也没人的皇上 不停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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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啊逃啊 然后家里的一些 他自己的信仰有点 动摇了 就以前他觉得 应该是怎么样爱国的 那种心态有点动摇 好几个历史的事情的巨变 比如说苗里之乱也好 淮西兵变也好 然后到最后的十二刀金牌 其实他都是有个不停在变 变到十二刀金牌要下 因为纠结 我觉得那场戏 虽然他就是金牌嘛下金牌 但是我觉得好难哦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很认同 赵构他的思维模式 所以在演的时候 其实不停的撞撞撞 你也很纠结 这个戏中人也挺纠结的 对 因为我也是岳飞粉 我也不想他死了 这个很难 也不想成为那个 就是下金牌的那个人 对 真的真的不愿意 真的纠结死了 那个我恨死这个罗家良了 恨死他了 这皇上就是也退给秦桧 可是觉得决定权还是他 所以我在这个戏里面 当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 大爱岳飞 恨死秦桧 但是还是要听恨的那个人所说的建议 然后你说你想起多纠结 是 永生难忘 拍完之后起码三天睡不了觉 压力太大了 也别太恨他 这个秦桧也替你背了不少的骂名 其实应该这么说吧 我觉得看完金中月飞 大家的那个会有不同的感受 每一个人的角度会看到一个不同的感受 背不背还是要看金中月飞 是 咱们正好说到十二道金牌这一段戏了 这个非常的著名 也是整个月飞的故事里面 可以说临近尾声最高潮 也是最悲情的这么一段 我们说其实看前面好像还像唐导邦也说 有一些挺轻松的东西 甚至有些可以看了一笑的这个东西 但到了后面小明哥是不是 你在演的时候如果进到那个人物里 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那种悲情的情绪 其实你看到后面你会发现 越飞越往后 这个人物背负的东西越大 从他眼神里透露出来的那种无奈 那种悲壮 那种空有一身报复却无从实现的这种东西 就都会体现出来 那这个 所以我觉得我们 这部戏其实是很好的吧 就是你刚才所说这些东西都给它串联起来了 对 然后大家会在这个戏里边看到十二面金牌的这种情节 也看到月飞的这种无奈 也看到月飞的悲壮 也看到 当然就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些 其实 月飞这个人不是一个神 有个书叫《走下神坛》的月飞 对 月飞他也是一个普通人 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但他却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藏到自己的心里边 就剩下一身的为国捐取的这样子一副性格 对 往后会看得到 那这段当然是会让人心里蛮难受的 但我们知道前面还有很多让人非常痛快的 就是打仗的 唐导也是对于拍动作戏里有很多的经验 您在这部戏里面 《荆中月飞》里的动作场面 会跟我们一般在电视上看到的这种打仗戏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会发现是 它比较像好莱坞那种历史战争片 往那边靠 那可是毕竟我们也没有他们这么多钱 这么多时间去拍 那我是尽量往那边靠 而且我也是以实打实的 你会看到很多有难度拍摄的 包括小明在马上边跑边打的那种 因为在马上跑已经不容易了 不摔下来 那还要拿着枪 一拿着枪的时候 一打的时候 我说缰绳就不能拿了 对吧 那然后你打的时候 你拿着枪 刀在他面前 晃来晃去 一晃他就晃了 那在这个时候 你还要配合 对面对方 那打实非常困难 那我是选择了以实打实的 这不是在天上飞的那种武侠局那种感觉 所以整个戏拍摄的难度相对比较大 所以为什么要小明 之前我就拍着学生跟着他 在还没进月费主的时候 大半年前就已经跟着他像别的主 就开始叫他练 练枪啊练拳啊 就是这个你看他 听着已经 随便一动手都有个情 是 但还是要注意安全 容易受伤的人 容易伤到别人 伤人伤人 我们说到这个打仗 就得提到这个岳家军 这个古语友人 汉山义 是吧 汉岳家军 今天就有岳家军的小诸葛在这 我们想崔琳说说这个 你印象中比较深刻的里面的一些战斗的这个场面 太多了 我跟你讲 首先第一点 拍的过程当中 就像刚刚唐岛说的 他对整个这部戏要求非常严 尽量不要对我们提示 就是完成你的极致 然后 多数都是大场面 真的是 他不是说是 就几个人去把机器一围 把机器一脚堵住了 然后后面就可以那种 他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有的好多演员 就是看不见 演员也会亲自骑上马 在后面跟着跑 然后拍你前面的 我们都是这么拍 然后打起来的时候真的是 因为我们在沙滩上面 沙滩上特别多 真的是 有的时候就是 马呀 他有时候是尸体的时候 就人要马翻 就下就倒了 这不是说戏里面设计的 是真的拍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打斗的戏太多 比如说像受伤 那基本天天都是 都有 都会有 但是这些东西 确实出来的 当时觉得挺苦的 但是出来 确实是 再一看那个镜头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没有像以前拍的那种 故意去躲 故意去避的那种 就是很真实 每一镜头都特别真实 它很圆那种 然后反正打起来的时候 唐岛他很认真 很认真 他就几个组来回的跑 杀的磨刀来回就跑 这边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看了 是 你觉得 你知道 在我们岳飞组里面 最恨唐岛的是谁吗 是谁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恨的 错了 我们所有人都很爱他 但是有一帮 是特别恨他的 就是一些马 恨死他了 我去看他们探班 唐岛在那边 也给一些指导的时候 那些马 是不会走过去他那边的 他说 哇这个人又来了 我们又要船了 成为马界最不受欢迎 你马的眼神是看得出来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讲什么 所以 听完崔玲跟刚才大家介绍我们 就能相信 反正我们这个戏里 绝对不会出现那种 要打仗了 镜头里十几个人 穿着波克兰兰 跑过去那种 比较寒酸的 在我们这个戏里 绝对不会出现 哦 应该没有了 没有啊 真的没有 你打仗他收潮成了一场戏 那人一看这不是 是电影 还是电视剧 怎么电视剧会拍到这么大的场面 是啊 他那些冰穿的衣服啊 其实有在很多其他组里面 都是主角圈的 对啊 他这个质量啊 是主角圈的 包括那个什么铁蚝蚝 那个战车啊 什么那些 真的是那些 真的是人都站在上面 他不是说那种 就薄薄的板子做 我印象 盾牌跟兵器 都是帮阿凡达 帮子环王做的 那个道具公司 帮我们做的 我是到新西兰 帮我设置的 所以这个小明哥 是不是就是 电影导演 他来这个监制 做电视剧 整个这个制作级别 会提升一个档次 你觉得 是 这也是源自于 第一 唐导对自己的艺术上 有要求 他一直希望 可以把中国的电视剧 推到好莱坞 第二 也是源自于 唐导对于岳飞的这种爱 就是他希望 可以 在历史上 把岳飞 拿到屏幕上 要拿得更加 光彩一点 对 所以 其实都是唐导的功劳 对 这是大家的 但是我们说呀 这个光有打仗的戏 也不行 虽然今天我们来的 都是这个男性 但我们知道 剧中也给岳飞 包括其他的人物 安排了一些感情的这个线索 小明哥 你这个就 不止一个人 在剧中 没皇上 皇上比我多多了 没有 就是来来去去的那个 旁边那个没法看的 在皇上眼里 在皇上眼里 是是是 但我们 一般人 就很难在记忆里去搜索 想不到 就说 岳飞的女人 是谁 长什么样 但在戏里面 其实是有交代的 小明哥 对于这个岳飞 在剧中的这个感情线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岳飞是很超前的 在岳飞的那个时候 就一夫一妻 他一直主张一夫一妻 对 有一个前妻 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实际上 然后后来又娶了一个叫孝娥的一个女子 那然后就一直终老 在这个过程中 也有其他的一些他的朋友啊 大官啊 想要找一些美貌的女子 给他做小妾 但都被他拒绝了 包括他实在有一次妞不过 然后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连隔着帘子见 连面都没见 然后 就问了一句说 你能不能跟我吃苦 那个女孩子就轻轻一笑 岳飞转头就走了 说我不要了 因为他不能跟我吃苦 所以就是 岳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 从一儿中 对 非常忠诚的这样子 不管是在国家 还是在感情上 嗯 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妻子 从一儿中的妻子 是林心如饰演的这个角色 是 但我怎么看说 跟这个刘诗饰演的一个女兵 好像也还有点这个 一点情愫在里 这个有吗 是江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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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嘉妮 这个情愫其实是 主要是 是单恋 是那个 无数数的角色 单恋她 就是江嘉妮喜欢 江嘉妮 不是 那个 吴素素喜欢岳飞 但岳飞不喜欢她 对 因为岳飞只是把她当 妹妹 兄弟 可是 这个 吴素素是 暗恋那个岳飞 因为 为什么 我家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没有的 嗯 可是 我们为了在戏剧上表现这个人物这个忠诚 那 而且我也不相信在岳飞这个 这个 这么伟大的英雄 救过这么多人 这么受老百姓 那个 欢迎 当时 没有 没有女性倾慕于她 对吧 也不正常 对 也不正常 所以我们呢就是把所有这些侵慕她的人 我们放到一个角色身上 代表了 侵慕她的人 就是通过这个人的眼睛去看岳飞 他为什么侵慕岳飞 他心想他哪一点 那最后他得不到岳飞的心 他也是甘心情愿 成为他的哥们 在为他去打仗 为他去牺牲 通过这个人物角色来显示岳飞的人格魅力 而且他的忠诚 这个是我们设计这个角色的原因 但这个一有感情戏 我们当然说不能没有感情戏 但是有了感情戏 也就会有争议的声音 有的观众不爱看感情戏 也会惹来一些大家飞食的声音 这个您能坦然接受吗 我都能接受的 包括有一些提醒的部分 有一些我们没有做足的部分 我都会承认的 这个是有些不足的地方 那可是呢 我们在我们整体创作的这个方向 那个目标 我们今天创作不是岳飞的纪录片 我们今天是讲一个金钟岳飞的电视连续剧 它在放大电视剧这个平台上 这就是一个文艺作品 只不过我主题的人物主人公是岳飞 所以我在表现岳飞这个主题的时候 这个人物的性格 主要的历史线索跟事件不变 那我这个就属于是一个正式的证据了 那可是我在里面 那每一个人还是有感情的部分的 不能只是老师他就打仗 没有他家庭的部分 没有他的妻儿的部分 也需要有他兄弟感情的部分 所以他跟他的弟弟也有感情 跟他的岳飞君也有感情 他跟太太跟那个儿女 儿子岳云跟他女儿 跟他母亲岳母 其实我们是做一个文艺作品 是要尽量去表现人性的感情的 和他的心意的部分 所以我不能只是讲岳飞的某一些观众 可能男性观众 几关心在男人打仗 那有些女性观众 我觉得老是男人去打仗 那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对吧 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兼顾一下 本身是一个文艺作品 那里面应该有什么元素 那我们合理的放进去 而且这个岳飞太受关注了 咱们这个篇幅也长 宣传扑的也大 免不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我们说这个小明 你曾经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演员 但现在就是你已经都开始勇于自黑啊什么的 经常我们看到自己开自己的玩笑 你现在还会在意去尤其针对这部新作品 别人对你的一些评价和争议吗 我已经到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境地了 不是应该说百毒不侵吗 没那么高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 任何一部作品 不管多么好的作品上映都会有争议 包括之前中国合伙人 对观众来说觉得好看 但对于某一些人来说觉得价值观有问题 所以你再好的作品 再优秀的东西都会有争议 但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如果你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剧 但是也可以 就是历史剧带给大家一些正能量 但同时也可以娱乐大家的戏来看的话 其实你就不会觉得它有多么大的问题 那我看人也好 看东西也好 都是一个宽松的心态去看的 所以我看东西都不会去那么较真 这样自己也开心 大家也开心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放着一个轻松的心态去看一看吧 OK 那这个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访谈可能也马上进入尾声了 最后我想 因为我们这部戏刚刚播到这个前半段 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戏份等着跟大家见面 我们就由我们四位主创 每个人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后面即将发生的 相当线 你也自作心了 是我做错的 那个 金钟月飞 每个人都拿出了他最高 最好的一个状态去完成这部戏 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 一定要每天锁定电视机前 金钟月飞 这部戏呢 其实是在讲一帮年轻人的成长 目前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成长的开始的一个阶段 还有很多更精彩的内容就在后面 大家要继续关注金钟月飞 北宋跟南宋的历史这么复杂 这么多人物 前面我们看到这一部分 都是很多人物月飞成长的介绍 跟很多人物的形成 那越往后面看 就是越精彩越入戏 月飞其实不只是一个大家看到的高大权的人物 在我们的这个戏里面的月飞 他除了是一个英雄之外 那我们着重描绘的是他的一个成长史 说直白一点就是一个草坑 一个农民的逆袭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有他的缺点有他的弱点 但是他一路在修正 他是个好男人 同时他也很腹黑 那最终他保护了他的女人 保护了他的家人 然后也努力去保护自己的民族 应该是这么说的 但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 其实已经不重要的 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从这个电视剧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 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 因为他真的是一部老少皆宜的一个电视剧 好的 那再次感谢今天四位的到访 也希望我们这个京中乐飞 接下来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收视成绩 也关注大家接下来的新作品 谢谢你们 也谢谢我们所有网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